哈喽 我是买的周和收客们的探电视频 今天是周二依旧 或者去了在我家附近的 Flee Market调头市场 那么这些就是我今早的收获啊 其实今天本身要是要预备要下雨的 但是今天早上起来突然间天空 旷晴啊天空作美 那么Flee Market的话呢是照常有人买台 那么这些的话呢是我今天的收获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有些的话是我非常喜爱的 好首先啊 那么就是在这个几个大盒啊 这几个大盒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话都是这个桌游 那么这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很古早的一个桌游啊 之后的话咱们也会进行一个介绍 还有这款payday payday的话就是发薪水的日子 非常的有趣啊 之后介绍 然后还有这个大富翁monopoly啊 还有这个周年纪念馆 那么这些的话都是里面是这个 虽然不是全新 但是的话内容物都是有 而且保证的非常好 多少钱呢是五毛钱一个50 cent 我觉得的话是非常值 这个四盒的话才两美金 然后再往边上来看 这个的话是一个全新的这个Rubix 那么上面写着我们可以看到价格 这也是非常逆天啊 这个是卖这个七毛五啊 还不到这个一美金啊 而且它还是一个有蓝牙连接的 这个实在是太逆天了 全新委呈啊 那么应该是不便宜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是七毛五非常的值 然后再往边上来看 这些的话还有一些变形金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款啊 这款应该是这个gold buck 这是这个帮帽币的话升级之后 他的话是卖四块钱 之后咱们也会进行一个测评 好这款这款的话呢 它是卖多少钱的这款 我们看一下啊 是卖五块钱啊 这款这款应该不是便宜金刚 应该是有点像这个gold buck 但是我觉得也不错啊 买过来五块钱 然后这款 这款我们来看一下 这款的话之前我是买了一些啊 它是卖六块钱 这款城市还不错 然后这款cosmo的价格是五块钱 cosmo的话我已经有 加上这个块已经有第三个了 我儿子是特别喜欢这个小飞碟 那么给他的话进行一个玩耍 好两个蓝精灵 两个蓝精灵的话呢 这个也是老物件 这两个加起来的话是买一块钱 好这些是麦当劳的玩具 咱们之前是有进行过测评的 他们是一块钱一个 成色还不错 我挑几个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稀缺款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曼达罗系列的第三套吧 就是恐龙一套 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那么我选择的话都是这些非常稀少的款项 尤其是这一款 显至是一物难求 我虽然有大概有这个一百来个 那么差不多二百来个吧 那么也是非常少 像这个这个恐龙的话 我只有三个 加上这个的话是第四个 非常少的一款 还有这款也是一个小恐龙 这个是这些 再往边上来看 这款是这个也是一个麦当劳啊 是GA州的麦当劳 这是一个全新伪拆 那么里边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 有点像这个毒液博士 那么里边还有小配件 是很老的一个物件 也是卖一块钱 2004年出品 这款是一个 GI州的这么一个套装 是卖三块钱 里边有这个小盘的小碗 还有这个狗牌 小水壶 指南针等等 非常有意思 也是一个老物件 北京我觉得完全没有砍价的必要了 而且这个他是外观上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那么进行一个静态摆放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爱卜拉姆斯坦克看上方的吧 这个不能打开啊 好 我们在我边上来看好 这款就是Battlebox 上周我在逛这个这个FashionCent 一个店的时候是买到的其中一个散货 是配堆了一堆这个变形金刚 那么有人说就是这个Battlebox一叠 今天我在逛他的时候就特意的留意一下 果然是有卖这个 那么这款卖多少钱呢 这是一个全新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款是全新未拆的一个状态 是有两个小机器人 然后后面的话呢 还有一些这个他们的作战部件 里边都是一些全新的 这一盒是卖五块钱 五美金 我觉得非常非常值 因为我这个这星期我是查了一下 这个应该是卖二十三十美金 五美金买这么一个全新的 那么买完之后 带我再去逛那个摊的时候啊 就是我转了一圈之后 回来之后 主人又发现了很多 然后他说这些的话 我可以免费得到 就这一盒啊 这一盒的话是有很多 是他之前拆开进行玩耍的 遥控器等等啊 还有很多的机器人 应该有两三套在这里 这盒他也免费 等于说的话 我是花了五美金 买了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值得 好 然后再往下 这个是这个巨模瓦啊 都是全新的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 差不多有十来个啊 上面写着 我这个made in china 挺老的这个物件了 那么这三 这个三包价 一共是多少钱 一共是四块钱 四美金 好 那么为什么是四美金呢 那么卖四美金的话 因为他还给我烧了点别的东西 就是这一堆 这个pokemon的一些卡牌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没看 好 这堆卡牌啊 那么有这个闪牌啊 也有这个普通牌啊 那么这些卡牌 加上这个的话 一共是五块钱 这一堆啊 我觉得可以玩耍是没有问题的 什么都有 里边有个trainer 各种各样的卡片啊 有一些闪牌 这是卖一块钱 好 然后在那个摊的话 他说你喜欢pokemon对吧 我还有两个卡 还有两个卡带 是DX DS卡带啊 这个超纸两美金一款 没错 你没有听错 非常非常的值 那么是DS很古早的 那么虽然现代的话呢 这个游戏机的话已经非常老了 但是的话呢 依然可以把它这个放到我的机子里面进行一个玩耍啊 非常非常的值 这款应该在eBay上应该是卖二三十美金至少吧 一个 那么两美金我收到当中 好 再往下 这个是这个ghostgobiles 是什么呢 这个咱们应该玩过 叫做这个吉摩借村 这款 那么这个是一个全新未拆的状态 要件也不便宜 他标件是20 然后我来砍了一下 那么砍到了10美金 购入当中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好 然后再往下再往下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两名这个迈克法兰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 是这个Metal Gear Solid合金装备里面的两名女性角色 还有一些其他人物的一些配件啊 标件是10块钱 最后咱们是以7块钱的价格成交 并且啊 这个卖家我们来看一下 他还送给我一个小人啊 我会给窗兜里了 好 那么在这里啊 就是这个啊 他还送给了 他说这个话也可以送给你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么一个角色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那么是跟这个一块的 这些就是我今早的收获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满意 那么首先没有想到今天居然能放行 第二的话 其实收到了很多这个好玩的东西 那么可以跟我儿子一起进行一个玩耍 好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冬播剧场——哲